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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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路撒冷教会并不是没有 耶路撒冷教会也有猜传 那么它的模式是怎么样的 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里面找出来 《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十四节 《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十四节 什么一种来念 《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 这也是一种猜传 那就是教会 在自身建立后 耶路撒冷教会的墨洋工作 一直做得非常好 当他们自身建立以后 向外发展事工 事工总是要发展 让他们向外发展事工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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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到 猜传 的 目的 当他们向外传的时候 自然 就产生了猜传的 达到了猜传的目的 耶路撒冷教会 先是自身建造 然后逐渐向外 当逐渐向外的时候 那也是一个猜传 第二 《使徒行传》 第十一章 第二十二节 《使徒行传》 第十一章 《使徒行传》 第二十二节 《使徒行传》 我们一同来念 这奉传 传到耶路撒冷教会 神的儿中 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 走到安提亚为止 这些人就 打发巴拿巴 到安提亚 这一带 一直走到安提亚为止 然后我们知道巴拿巴就在安提亚 就约了扫罗 他们在那边就造就教会 我们说对新界教会的关心 对新界教会关心 和真理上的帮助 《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 拆传后 十分必要的 跟进 也就是说继续下去的事工 今天必须要在真理上 对他们关怀 所以我们知道 耶路撒冷教会听到 安提亚教会有建立 但是那是信徒自己建立的 他们在真理上 一定会有一定的局限 需要有关心和帮助 那么他们就安排人前去 那就是安排的巴拿巴 这是耶路撒冷教会 他们工作的一个方法 第三 《使徒行传》 第八章 第二十节 《使徒行传》 第八章 第二十节 我们一同来念 彼得说 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 因你向神的恩赐 是合理用前买的 我们知道 这一个西门 羡慕彼得的恩赐 彼得在当时 是一个主要的负责同工 有恩赐 也是老恋 所以我们说 遇到这些问题 他就能够很好的处理 那么 这个也就是提醒我们 今天有教会 老恋的 负责 老恋负责的同工 投入猜传 有教会 老恋负责的同工 投入猜传 有力 新建教会 有力 新建教会 健康成长 有力 他们健康成长 不走骗路 有力 他们健康成长 不走骗路 那么这个是 从耶路撒冷教会里面 我们看到 一个老恋负责的同工 像彼得 对教会 新建的教会 确实 带来 很大的 疑处 我们再来看 第四点 使徒行传 第八章 第二十五节 我们从来念 使徒 祝祭证明主道 而且传家 救回耶路撒冷去 一路在 撒满意大 好些村庄 才能养你 对 今天我们说 耶路撒冷教会 做猜传的方法 基本上 他们就是 出去传了 又回去 出去传了 又回去 他们有一点像 这个方法是什么 就好像 这个池塘里面 你丢一块石头 那个水波 四方的 荡漾开去 他们也就是这样的 逐步的 向外 推着 可以说 那就是 教会 是 猜传的基地 教会是猜传的基地 和中心 所以他们 是以耶路撒冷 为大本营 逐渐向外发展 教会是 猜传的基地和中心 而猜传 是教会事工的一个项目 当然这是一个重要项目 叫猜传是教会事工的一个项目 那么 我们说 这样 猜传 事工 有稳定的 有稳定的关怀 和带领 有稳定的 关怀和带领 和教会 和母会 耶路撒冷 那就像母会一样 和母会 同步 这是今天好些地方 我们看见 现在的猜传工作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教会 有一个大的教会 那是猜传的基地和中心 而猜传呢 是教会事工里面的一个项目 今天我们说 这个猜传 是属于这个教会里面的事工 猜传取得的效果 就是这个教会 所在事奉中 得到的效果 猜传 事工 这样就可以有稳定的关怀和带领 因为为什么 和母会 同步正在 这是为什么今天 有些比较小的教会 初建立的教会 他们很喜欢这个模式 因为他们去投靠了这个教会 那个教会 投靠了一个很大的教会 这个教会即使作为一个母会 他们怎么样 他们自己就可以有一个稳定的关怀和带领 很多小的教会 初建的教会 最苦的就是没人带领 工人要训练 没人来训练 要讲道 没人会讲道 工人不够 就是一些所谓的工人 都是初心的 工作没有经验 没人教导 所以如果碰到有一个大的会 他们今天来了 就说可以把你接纳进去 就其实不一定是他们来拆船的 但是呢 只要你愿意 他们就可以接纳你 这样我们说 拆船事工 有稳定的关怀和带领 它可以和母会 同步增长 好多教会都盼望 有这样的一种形式 这也是拆船的 我们说 一个方法之一 当然我们说 任何事情有它的优点 一定也会产生一些缺点 我们看 哥林多前书 第一章 十一 到十二节 哥林多前书 第一章 十一 到十二节 我们一同来念 因为 爱是 战里的人 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 说你们中间有分手 我的意思就是 你们各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 我是属亚伯罗的 我是属基法的 我是属基督的 我们知道 哥林多是一个大城市 这个大城市 又是一个交通要道 当时必然 保罗去 亚伯罗去 彼得也去 大家都去 大家都在那里有工作 当然 他们在做工作的时候 并没有意识 要分门别类 要建立自己的地盘 但是难免有些信徒 他们会喜欢这样 在这里说 葛莱斯家里的人 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 我估计葛莱斯 也就是他们当地的 一个家庭教会 而这个家庭教会 当然他们去找保罗 必然是 他们要想 我是属保罗的 他们去接保罗 我相信保罗一定会 对他们指出 今天你们都是属基督的 你们不是属保罗的 但是 哥林多教会的那些情形 他通过 葛莱斯家的人 保罗也掌握 也知道 怎么会造成这样 原因就是 很多这一些教会 他们把 拆传事工的效果 看作是什么 看作是我们 母会的成绩 如果这是母会的成绩 有两个不同的母会 到了同一个地方 当然大家都要争 到底这个地方的效果 到底这个地方的效果 是属于我这一边的 还是属于你这一边 当时因为保罗也去 亚伯罗也去 彼得也去 他们这些都有点像是 母会这样的一个影响 在这样的一个影响下 我们说 有些人就倾向于要这一边帮助 有些人倾向那一边帮助 在有不同倾向的时候 当然大家就一定会提出一些理由 为了要证明我的理由是对的 也一定要攻击别人的理由 这就是很多时候 在教会里面造成 分门别类的原因 所以今天我们说 拆传的事工 拿入母会 他的事工里面 有他的好处 就是我前面讲 有稳定的关怀和带领 和母会可以同步成长 但是也有他 产生不好的可能 那就是造成分门别类 这是属于我的 这是属于你的 因为我是母会 当然这个地方就是什么 是我们的影响 是我们工作的地方 今天可以说 在家庭教会里面 这个问题一直是非常的严重 可能大家用心都是好 甚至于有的时候 我们说保罗 彼得 亚伯罗 他们自己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因为今天 这个工作的成绩 你必须是要算在 哪一个的教会里面 我们说这就是一个现实问题 当面对这个现实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是说 当时戈林多教会 就以我们今天来说 到底说在哪一个教会里面 每一个教会就是你嘴里面说 我不想要成为母会 要怎么样 要分门别类 但心里面总觉得 这个地方的工作 那不是我来做的吗 其实我们都知道 任何地方一个教会的工作 不是靠一个人 今天不同的工人来 只要是传讲 纯正的信息 弟兄姊妹从中得到营养 得到造就 弟兄姊妹的成长 那是神叫他长 所以保罗不是说 亚伯罗摘种了 我浇灌了 叫他生长的 只能是神 今天如果你要把这个成绩 归到一个母会式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去了 那就必然 我们说会产生一种 分门别类的一种思想 那么我们说 我们不要归到母会 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 往往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 今天他可能对你就没有负担 没有兴趣 你就得不到一个 比较有稳定关怀和待 所以我们说 常常一些教会 小的教会也是在两难之间 今天他很需要 哎呀这一些从这个地方来 这些从那个地方来的 他们来了以后就会告诉你 你们只要归到我们的这一方面 经济的问题也不用担心 人员的问题 我们按时有人来 替你们领圣餐 替你们这个做培训 替你们做什么 当然我们说那些小的教会 求之不得 但是完了以后 当然我们说 必然有一步 就是要和母会怎么样 同步争承 至少有一个母会 然后我们说有的是 中国这么大 从这个南方来了 还有从北方来的 还有从东方来的 还有从西方来的 我们说大家都要来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成了战场 哥林多教会就是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说去的人 不一定是为了要去争 但是这是一个必经之地 到了以后 大家当然要做工 做完了工 当然这些成绩 我们更轻易的变成别人 其实我们说 这些成绩应该都是 哥林多教会 就是哥林多教会 这里面没有什么 说保罗的 说亚伯罗的 说基法 按照保罗的教导里面 我们可以懂的 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哥林多的教会 就是属基督的 但是我们说 为什么那些属基督的 也受批评 因为他们认为 只有我们属基督 今天我们应该要认识到 所有的哥林多教会 都是属基督的 不光是哥林多教会 每一个教会都一样 如果我们都能这样看 我相信今天在教会里 在我们中国的教会里 封门别类的事情 可以少很多 问题就是 我们理论上都懂 在实际上碰到的时候 我们难免 但是难免我们说 弟兄姊妹也都有自己的感情 这个地方是我们去做的工作 我们也是投入了很多的人力 物力 完了以后 看到给别人拿去心里面怎么样 又觉得要不干系 所以我们说 往往的问题是什么 问题就是 在这样的一种错重复杂下 今天我们说 教会难免常常发现 有一种封门别类的情形 就像当时的哥林多教会这样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我们可以说 这是 由于 猜传 是 教会 本身 本身 事工的 项目 这个猜传是 教会本身事工的项目 容易 产生 功利思想 大家容易产生功利思想 这是我工作的结果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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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盘 的现象 这是我们说 耶路撒冷 他这种模式里面 很容易产生的一个问题 怎么会产生的 就是这个猜传是什么 我们教会的一个事工 当然我们出去做了 这里面的成绩 就是我们教会 每一个教会总要为自己的成绩而治好 比如说今年我们教会有多少人受洗 这个多少人受洗 不光是我本地的 也就要包括了怎么样 那一个地方 但是那个地方 可能另外一个教会也去了 他就觉得这些人 这个数字应该不是加到你这边 是要加到我这边 今天加加数字 你加一次 他加一次 没人管 但是我们说 有很多现实的问题 到那时候 大家就要看了 到底这个应该是属水的 我们所以说 如果今天这个教会 拆传不是教会本身事工的项目 就不会有这些现象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 到安提亚教会的时候 有一个进步 安提亚教会从来没有说 保罗的那些事工 是属于安提亚教会的 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到任何地方去 从来不说 我是从安提亚来的 我是安提亚教会拆派的 安提亚教会只是拆派 但是拆派完了以后 这个拆传的事工是独立的 保罗不是任何一个教会 代表任何一个教会去做工 保罗在他自己 到了在做工的时候 他总是说 我是什么 福音的使者 是福音的执事 他没有什么 我是某一个教会的执事 免得他所做的工 变成某一个教会 他所做的那么多的工作 得到的成绩 都不属于安提亚教会 但是安提亚教会是支持的 所以保罗每次完了以后 到安提亚 一定会把那个事工的内容 跟大家来讲 可以说并不是把这些事工 作为安提亚的一个范围 我们都知道安提亚教会 本身也不是那么大的一个教会 但是他们却做了一个拆派的工作 拆派完了 这个拆传的事工是独立的 下面我们在讲安提亚的时候 我们还会再讲 第六 使徒行传 第十五章 第一节 使徒行传 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 教训弟兄们说 你们若不按摩西拉 必要收回 不用得救负 你看在这里 我们中文圣经也是写得很有意思 这些人下来就教训这些人 你们怎么不懂 你们应该要怎么样 你们不受摩西的 摩西的规条受个礼 不能得救 因为这些人是耶路撒冷下来的 从犹太下来 就指着从耶路撒冷下来 在圣经里面 另外有一个地方还记载 从雅各那里来的人 我们都知道雅各 那是指着耶稣兄弟雅各 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负责人 所以从那边来的 他们就觉得怎么样 他们是上级 所以他们就要来教训你们 你们这些不对 你们必须要照我们这样做 那才可以 可以说指手画脚 如果今天我们说 教和教会之间是平等的 最多我们可以从真理上来教导 来建议 我们没有什么资格 我们可以去教训别人 我们没有什么资格 我们可以指手画脚 今天我们也都知道 即使一个很好心的人 只是因为他的作风 指手画脚 我们说常常使得弟兄姊妹 拒绝不能接纳 这是我们今天 每一个弟兄姊妹 我们出去侍奉 我们做猜传 我们都要注意 其实我们都在做猜传 离开了我们本教会 就是一种猜传 不是耶路撒冷的模式 就是安提阿的模式 当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有那种 指手画脚的 好像我们是上师 我们是上级 这样 在 培植 新建教会 我们把这个叫做新建教 形成母会 分会 官司 宠熟官司 形成母会 分会 宠熟官司 出现 指手画脚 不合一 不合一 不合一的 情况 这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 那一种方法 容易产生的问题 一个呢就是 容易会有一种 功利思想 这是我们的项目 大家 如果有几个出现 就会有真地盘 分门别类 另外一个呢就是 有母会 分会 分会的 重属关系 今天我们说 比较有经验的 正真爱主的弟兄姊妹 在这个问题上 会有克兹 他的表现会谦虚 但是难免有些人 假借了 这是我是从母会来的 你们就得听我 所以要教训你 今天我们都知道 这绝对是一个 不合一的情况 那么这个就是 耶路撒冷的模式 但是我们也要记得 不是必须会有 这个情况 今天他有他的优点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容易产生的 一些问题 我们也要记得